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挠着自己的额头 轻轻叹了一口气 她怎么忘了路易不爱吃甜食 她双手捧着自己的脸 春风得意地跳到路易跟前 眼睛眨巴眨巴的 你看我好看 路易淡淡一笑 好看 惊吓自信地点点头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却要如此努力工作 哎 她长叹一口气 那你为什么要如此努力工作 因为我不是明明 我是颜金夏 路易平淡地望着她 脸上无半点笑意 金夏失落到 你怎么不笑 不好笑 她还以为金夏是在胡扯 原来是想让她笑 路易唇角往上翘 翘出一抹舒心的微笑 路易笑了 她也就放心了 这一场日出也完美结束了 在回程途中 金夏走在路易后面 她看着路易的后脑勺 时不时偷笑 一边笑一边又骂自己不坚定 只顾着胡思乱想 不顾脚下的路 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小坑 发出一声吃痛的声音 啊 怎么了 路易急忙回头 金夏呲牙咧嘴道 好像脚崴了 怎么这么笨 连路都走不好 嘴上埋怨 心里疼 在金夏面前蹲了下去 伸手去摸金夏受伤的脚 试着吗 是 路易轻轻按了按 金夏吃痛的闭上了眼睛 轻点 疼 路易把自己的背包放到胸前 把后背给金夏 上来 金夏怎么好意思让路易背 现在离山下还挺远的 我并没想把你背下山 你不是带了跌倒的药吗 先去山腰的酒店里擦点药 等你好些了再下山 金夏小心翼翼地爬山她的背 她的背温暖而宽厚 这是路易第一次背她 在两人合作的戏里 没有这个剧情 我是不是挺重的 金夏有些尴尬地问着 瘦不拉几的 哪里重 金夏雨色 安安静静地在路易的背上待着 酒店 路易蹲在床边为坐在床上的金夏擦药 金夏阻止道 我自己来 别动 路易将药水喷到金夏受伤的地方 轻轻揉着 那个力道稍微大些 路易诧异 你不是怕疼 疼也得忍 这个药要用大些的力度才能达到效果 等会还得下山呢 又不是今天非下山不可 明天回去不行 我怕耽误你 我这两天没有行程 金夏含笑 轻轻应 哦 药效需要大的力度才能达到效果 路易稍微加大了点力度 疼吗 不疼 其实她已经在咬牙了 不想在路易面前表现得太娇气 再疼也说不疼 路易保持着力度 没有再加重 边擦药边责备 这么大个人了 走路怎么也不知道看点 连路都走不好 将来还能干点什么 被路易这么一说 金夏都忘了疼 咯咯地笑了起来 人有失足 马有失体 路易无奈 本想使坏加重点力度 让金夏常常失足的后果 可是她怎么舍得 感受着路易为她擦药 她突然觉得受伤了也挺好的 该死 又胡思乱想 好多了 不用擦了 我想睡会 你睡你的 我擦我的 互不干扰 金夏后悔她说出的话了 刚刚不确定要不要留宿 所以只开了这一间房 路易会一直在房间里 她怎么好意思睡 我突然又不想睡了 怎么 怕我把你扔在这 路易自然也意识到他们只开了一间房 她知道路易是在开玩笑 也笑笑地配合 是啊 放心吧 她柔声说 我要是把你扔在这了 我妈非得把我皮扒了不可 你怕干妈 怕 从小就怕 她当然不怕 嘻 别笑了 赶紧躺下 金夏没有再犹豫 拉开被子 往床上躺了下去 享受着路易轻柔的按摩 不知不觉睡着了 待金夏睡着 路易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轻轻把金夏的双脚放入被子里 金夏这一睡 醒来时已经是黄昏 看到路易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她睡得很安详 身上除了穿着的衣服 没有任何盖的 她悄悄起身 一瘸一拐地把床上的被子轻轻地盖到路易身上 随后一瘸一拐地悄悄出了门 整个过程路易完全不知晓 当金夏回来时 开门的动作稍稍大了点 路易才从梦中醒来 门口处传出金夏的声音 你醒了 嗯 路易看到了自己身上盖的被子 你什么时候醒的 怎么从外面进来 刚刚去了哪里 金夏没有及时回答路易的三连问 而是一跳一跳地走近路易 坐在沙发上的路易本想来扶金夏一把 但觉得金夏的动作极为可爱 所以无动于衷 她还没欣赏够金夏那可爱的动作时 她看见金夏像扑倒而来 她来不及扶也来不及躲 于是原本坐着的路易被金夏压着躺了下去 金夏的脸贴在了路易胸膛上 万幸 两人的脸没有撞到一起 避免了尴尬的对视 也避免了尴尬的接触 周围一片寂静 金夏清晰地听见路易心跳的声音 狂乱地跳动着 没有一点规律 她同样也是如此 不过她庆幸路易听不到她的心跳声 你还好吧 路易打破了寂静 她是不想的 这样的亲密接触 她怎舍得这么快就消失 然 金夏的身体更重要 没 没事 金夏小心翼翼地从路易身上爬起来 生怕碰到什么不该碰到的 爬起来后也不敢直视路易的眼睛 她的心还狂乱着 路易坐直了身体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她脑子短路了 你什么时候醒的 怎么从外面进来 刚刚去了哪里 金夏回归了正常状态 二十分钟前醒的 今天是下不了山了 想去前台再开一间房 结果没有房间了 路易安安一笑 淡淡回道 那就将就点吧 嗯 也只能这样了